说到了吴奇龙啊 今天上午呢 这位著名女星吴奇龙和他的剧组成员们 就走进了我们设在世纪城二号馆的演播间 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一起来听一听 各位这个新时的新闻主播 先要叫一声 哇 请我们的姚碧给一个我们现场的镜头 看我们现场里三层外三层的状况就知道 现在走进我们演播间的 这三位是多大牌 多有名多受人关注了 来我们首先 掌声现场的粉丝们欢迎四爷 谢谢谢谢 很高兴有机会到四川这边来跟大家见面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我们的何卓妍 还有我们的 我是何卓妍 说一句话吗 I'm sorry 你对没你怎么这样 其实何卓妍也是近年在我们国内 应该说是正在向一线进军的 年轻的女性啊 她已经是一线 好接下来要隆重推出另一位帅哥 霍建华 大家好 霍建华 你好 大家好 今天呢 三位到我们四川电视台的这个演播现场了 需要宣传他们 接下来要和我们见面的一部新剧 对 叫做 新明师爷 现在还正在拍摄当中 对我们现在才拍了三分之一吧 整个戏还有大概将近两个月的制作过程 那四爷请允许我叫您四爷因为步步精心实在是太火了 谢谢谢谢 步步精心当中您是在穿越到清朝 不是您穿越到清朝 是描述的清朝的一个戏 那这部戏呢 是在哪个朝代 这部戏是发生在明朝 所以这部戏不用剃头 然后整个戏 主要讲的是那种办案推理的内容 也是我没有尝试过的新的类型的戏 但是好像这个戏也是有穿越情节的是吧 我们要讲穿越还是有保留穿越的元素了 只是我们现在不是时空的穿越 是环境的穿越 那这个环境的穿越就是建华了 所以建华还要介绍一下他的穿越的部分 对 怎么个穿越法 请霍建华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这个角色是从意大利亚 然后一路在海上漂流来到大明的 所以他对很多大明的习俗 对中国的一些文化他不了解 所以闹出很多笑话 可能会跟这个原著的小说不太一样 但是希望在电视前面呈现给观众的也是一个新的面貌 那感觉好像你和就是吴契雄的关系 是不是有点福尔摩斯和华盛的那种关系 你们是搭档吗 在里边 我们在里面一敌一友吧 刚开始会有很多摩擦 然后慢慢慢慢发现彼此身上的一些优点 然后互相的学习 到最后彼此的爱慕 我们就把女孩子女主角抛弃了 那说到女主角 不会吧 那个非常抱歉 刚刚我抢了那个何卓妍的话 他们粉丝也挺不高兴的 那现在特别想问问何卓妍 他们俩除了在记忆上有比拼之外 在戏里面 那其实在对你的问题上 他们也一直暗自较劲吧 对就是前半段是这样 后来后半段就是像龙哥刚说那样 那我也是很庆幸 他们俩可以在一起 我也为他们献出我最大的祝福 对不起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不太负责任的 跟我们戏是没关系 而且我觉得好像 开玩笑 好像也暗和今天1111这个数字啊 对 我们完全符合光棍的条件 可能三位还是要争取早日脱光吧 但是我想其实何卓妍在戏里面 应该最后感情也是有一个归宿和交代的吧 这个是不是就留在 留在这个剧播出的时候来介绍了 感情的部分 留到大家看戏的时候去看吧 对没错 我们还算有一个悬念 我们确实是蛮纠结 蛮复杂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要请大家看吧 其实呢 我们知道最近这两年 穿越剧是非常流行 包括四爷嘛 也演了这个 今年最火最火的一部 步步惊心 而且也是 现在红得一塌糊涂啊 我不知道在接下来 你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接下来就是 还是一样看剧本吧 希望能够挑到好的剧本 好的制作团队 然后一起再去 共同拍一些好的作品给大家看 所以说像武器龙还有霍建华 现在很多都是把工作重心 逐步转移到了内地 前段时间湖南卫士 在热播霍建华拍的那个青石黄飞 对 现在是会想着 逐渐把工作重心 往内地转移吗 哪里有工作我就去哪里 只要有好的角色 对 有好 有喜欢的 有有趣的 就会去的 倒是不是局限在哪里 有合适的 然后觉得有好的搭配啊 好的班底 好的剧本 到哪里都是可以的 那个我想插一个话 因为我也看了一些资料啊 说那个霍建华先生的吻戏特别棒 真的 还好 这部戏里面 这个就是你要来教我们的 这部戏里面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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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扣一下可以吗 这部戏就算有的话 它也是比较 简单一点 单纯一点的 这部戏主要 它的情感上 没有说沉重到 或者是很复杂到一个地步 所以就算有的话 也是 轻轻点水吧 这样吧 不会太成人式的 何卓妍美女 已经开始举话筒了 我估计对于你的吻戏 她可能最有发言 结果她不想够吻 她想跟龙哥吻 那就是交给人 这部戏里面 他们两个关系好不达 我们谁都没吻 吻不下去 那可以说何卓妍 在戏里边和两位帅哥 一起演对手戏 肯定很幸福吧 幸福 我每天都笑场 就被导演骂 都被他们两个带坏了 但是话说 你是拍过很多 大导演的戏啊 你还会笑场吗 对 会啊 天天都会有笑场 各种不同的笑场 昨天在这部戏 真的挺 我是觉得挺幸运的 因为 像龙哥会常常提醒他 一些事情 那 我觉得他相比其他 女演员来讲 幸运很多 就是有大哥会关照他 会告诉他要注意一些表演啊 还有一些 衣服要穿好啊 我觉得他特别幸运 也希望他珍惜 你刚才说了 吴奇隆会在演戏上边给合作 关照 那你给一些什么样的关照呢 我就是 建华给生活上的关照 我知道建华会 他们会去吃吃喝喝的 所以我知道 这个 我们每个人有分工的 对 那你不 他们不邀请你吗 因为我们确实拍的时间到目前也才三分之一不到的时间 那我会经常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会跑来跑去的 那就不像他们比较幸福 那他们就可以经常安排去吃鱼啊 也没有 就两三次而已 一只都没有 第一次都没有 你不来啊 你又 你又赏脸了 你又没叫我 我又叫过你 你没叫我 那我们回去就有饭吃了 谢谢 那回去一定要吃 好这样 我想今天三位大明星到我们的现场 机会也很难得 然后呢 我们现场的粉丝们情绪也是特别激动啊 我们有一个现场互动的环节好不好 我们请现场三位粉丝 分别向 哎 不要激动 分别向三位你们喜欢的偶像提一个问题好吗 首先我要来找一位女粉丝跟我们的四爷提一个问题 你们可以问一个你们最想知道的问题 然后也可以跟他说你们最想说的话好不好 来四爷 看车车会选谁 来来来 来 这位 想好了吗 我吗 我吗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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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三滚吧 三滚吧 来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为我们珍惜熊吗 不要哭不要哭 不要哭不要哭 好了乖了别哭别哭 真的我们真的很爱你 谢谢 我们真的很爱你 好 注意身体 真的要注意身体 你知道吗 我看我期待你每天爬的都很累 我每天都看着的 我很心酸 真的 我看着你 别哭 我很好 你放心吧 你从哪里来小姑娘 来自你一滚 我真的 我从九学的时候看小时一人 我就喜欢老大了 真的 我从小就找到 我是17岁 我是94年的 四爷 一滚离成都有200多公里 他是专门赶过来看你的 谢谢 好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你们不用担心 我尽量 我们就好了 只要你好 我们就好了 真的 我们要的不多 而且只要你幸福 我们就会幸福 我问一个问题啊 行名师爷播的时候 你会看吗 我会给你的支持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要抛一个问题 给这个何卓妍的粉丝 来 举一下手 应该是一位 这位美女 也是一个美女 听好了 何美女 我想问一下 你对霍建华有什么看法 喜不喜欢他 喜欢啊 开始配对了 来吧 对大哥哥的喜欢了 小心头 痛吗 是大叔的喜欢 不是大哥哥的喜欢 对大哥哥的喜欢 你满意吗 对父亲的感觉 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 留给霍建华的粉丝 秋秋 来来来 快点 快点 霍建华的粉丝 哎呦 到处都在吼 我怎么办 来 我找一个我们的机位 比较好对的地方 华哥你好 我们是华氏录的 虽然你是第一次见到我 但是其实你长期 会看到我的作品 就是华氏录 所有的Q版 都是我画的 哦 谢谢 谢谢 希望你这部戏呢 大麦 然后呢 演技跟上一层牢 我们都在 背后支持着你 希望你 你的演员事业 蒸蒸日上 注意身体好吗 谢谢 谢谢 哇 粉丝们的祝福 真的好情真意切 他说 祝你的这个演技 能够蒸蒸日上 我不知道包括吻戏 看到现场粉丝们 真的是那么热情 我相信我们的 行平事业这部 应该是会在明年 和我们见面的戏 一定会有好的收视率 希望大家都能支持我们 我们 我们很认真 我们也很努力 希望大家会支持 我们的作品 好的 谢谢吴启龙 谢谢我们的美女 何卓妍 我们的一线女星 何卓妍 谢谢 霍建华先生 谢谢